哈喽,现在是早上八点,我们去吃早餐 酒店楼下有一个网红餐车叫五爱煎蛋 然后看我们住的酒店 很漂亮,充满硬斯风 餐车就在这边市路心的仙风广场 过去看看,打打 就在那,这个仙风广场 餐车就在那开营业,楼下就是 还有人排队了 离开波特来喽,下一站西雅图 宝宝在后边闹的,赶路喽 现在我们到西雅图了,然后来 这边吃了一个午餐 牛一嘴,远远的还能看到 然后接下来就要赶路了 还有两个小时四十分钟 抵达温哥华 这条路的开车体验超级棒 这条路的开车体验超级棒 入境加拿大喽 现在到了美国和加拿大交界的地方 在排队入关,出境美国,入境加拿大 来的时候带上自己的核酸检查报告 三天的有效,我们在CVS做的 然后拿到结果之后在酒店打印了出来 马上要开车进入加拿大境内了 兴奋兴奋 排队喽 好,一会儿再录 宝贝你要出国了 看看我的宝贝 喊不到 宝贝你在干嘛 你说我在玩手呢 是不是 四个月的小孩你就要出国 你第一次出国 是不是 现在过了 海关入口 他要求我们来到这个停车场 去办公室里边再做一些检查 应该会打印一些东西吧 刚停好车,现在进去了 现在清关结束 在里边大概待了半个小时左右 打印了那个work permit 然后 现在可以入境了 进入加拿大境内 开车去住的地方 回头见了 现在入境加拿大喽 现在是就变成米了 看到没有 不是mail了 是和国内一样 是公里和米了 这些咱们熟悉多了 有点像回到国内 像不像回到北京的感觉 大家都说加拿大 温哥华的中餐行 我们刚到 落地了 现在已经住下了 然后 点了一份外卖 叫傅小姐在成都 感受一下 温哥华的早晨 昨天晚上我们八点左右 收拾好 然后高清满的311 这边的311 和国内的感觉差不多 比美国的311要好多了 看到干净卫生多了 我们住这个楼里面 是个公寓 得要在这住一个月 然后再找地方搬家 高楼大厦的 在温哥华生活 有一种回到国内 大城市生活的感觉 挺舒服的 看着 这起码我在的这个区域 没有能够流浪汗 好啦 下一个我摞个尖啦